公司的工作坊 老闆老闆老闆 要什么? 呃,你们这边有卖耳机吗? 没有,我们这里是卖果汁罢的 中方,没有卖耳机,没有东西 呃,在肩膜上面的,装在肩膜上面的 Bluetooth 的耳机 没有,我们这里卖果汁罢的,这里是Junior Juice Junior Juice 等一下啊 对啊对啊,我要买那个Cardot的耳机 Cardot Bluetooth 可以装在 Helmet 上面讲话的那种 对就是这个 今天来开一箱这个东西 叫做什么 Carlo Pactobo 跟这位帅哥一起 你这个座椅好像在大变量 可以不要这样吗 今天我们就要把这个装上去 这个应该算是目前市面上算不错的 它的声音还有稍买JBL 听你讲那个Base推比较好一点 不懂是真是假 等下试一下咯 当然试了你们也听不到啦 Base推比较好 马蒋耶 声音好好听喔 HELMET的肩膀形成一片一样的 OK 试看 差不多了 差不多个屁 弄到最后才发现我的HELMET 根本没有耳机槽 不要问我为什么没有查清楚 因为我傻逼 那一天 用这个HELMET 这一粒SJC的IS-17 来装我的CADO 结果发现原来 这个是不太适合的 它里面没有一个耳机孔 所以有点白忙一场啦 所以我怎样做叻 我决定换另外一粒HELMET 就是这一粒啦 HJC最顶级的安全帽 那这一粒肯定是有耳机孔啦 我做过研究了 希望今天可以把这个桿子装进去 这样我就可以 这样我做的时候就可以跟人家聊天了 不然我每天不懂他们在讲什么东西哦 再转一次 你们看到吗 这个就是耳机的东西 哦 OK 搞定了 有空我们就去试一下了 看能不能跟人家讲话了 今天我们去试一下CADO 装了CADO之后 驾摩托的感觉是如何 今天再也不用 像每次这样自己一个人讲话了 有什么东西可以吃的嘛 去看一眼面有没有开咯 永平出名一眼面 他问题是如果一眼面他没有开 他讲不可以躺食我们要怎么办 再找第二件一眼面咯 哈哈 我把米波刚到小了 米波刚到小了 永平出名的西岛 这外面 原来还没有来完 这个才是真正 真正的分量 每天都吃这样多 因为他讲驾摩托会瘦 其实是骗你的 什么驾摩托是运动 并没有哦 你驾了摩托之后 你会变得更胖才对 因为你一直在吃东西 没有 因为你去洗手 哦哦哦 哈哈哈 你觉得第一次用了CADO 哦哦 有什么感想 哦我 我终于觉得我不在寂寞了 哈哈哈 不然我每次驾的时候好像都 我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大家突然觉得很开心 有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这么开心 你这样 哈哈哈哈 这样我终于懂 这个是我的结论啦 就是 OK 你路要玩摩托 你一定要有一个配备 一定要装一台CADO 或者是别的牌子都可以 就是这样 什么WR WR一定要拉起来的妹 要拉起来的妹 这边开大声开小声 有CADO就是不一样 我们要走了 OK Let's go Let's go 我把你放这东西 我要放电话 我要放电话 哈哈哈 咱们试一下 咱们试一下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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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试一下 前果 中文字幕——YK